饥饿游戏三 嘲笑鸟 第四十二集 Snow禁止你参加饥饿游戏 我问她 她没说话 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她的老虎尾巴在什么地方正不开心地摇动着 因为我要杀了她 你知道 她张开嘴说话时 在我看来像是在笑 此时 我可以确定 相信她并不是疯狂的想法 于是我走进了那扇门 我走下梯子 走到一半时 我的脸撞上了一个掉在半空的锁链 用手一拉 一个散发出幽幽的荧光的灯泡 照亮了这个隐蔽的地方 这是一个小地窖 没有门窗 很浅 然而很宽 也许是两个真正的地下室之间的空道 这是一块偷出来的地方 除非你对尺寸很在行 否则是看不出来的 这里 阴冷 潮湿 堆放着成堆的毛皮 我猜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天日了 除非Taglis出卖我们 我想没人会发现我 当我踏上地窖的水泥地面时 我的同伴也走上了阶梯 之后 木板拉门又关好了 我听到挂内衣的货架支支妞妞地拉回到原位 Taglis夺回自己的凳子 我们被他的商店吞到肚子里 我们进来得正好 Taglis似乎就要晕倒了 我们把皮草铺好 把他身上背的许多武器都拿下来 扶他平躺下 在地窖的尽头 离地约一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水龙头 下面还有排水管 我打开水龙头 里面哗哗地流出许多带铁锈的黄水 过了好一会儿 清水才流出了 我们清理了盖尔脖子上的伤 我觉得光打伤绷带是不够的 还需要缝几针 在急救包里有针和消过毒的线 但我们缺的是医生 我马上想到了Taglis 作为一个造型师 他肯定知道怎么使用针线 可那样的话 商店就没人照看了 而且他也已经为我们做得够多了 兴许 我是这里最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人了 我咬咬牙下手在他的脖子上 歪起扭巴的缝了好多针 缝的针不好看 但却管用 我在上面抹药 然后包扎起来 又给他吃了一些止疼片 你可以休息了 这里是安全的 我对盖尔说着 他很快沉入了睡眠 Prisida 把波罗斯给我们铺皮草 好弄个睡觉的地方 趁着机会 我赶紧检查皮特的手腕 我轻轻地擦去上面的血 消耗毒 在手铐的下面打上绷带 必要时让他保持清洁 否则会发炎的 那样的话 我知道血液中毒是怎么回事 Katynes 就算你妈妈在身边也没用 P的手 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 一下子把我带回到过去 当时也是在处理伤口 也是在打绷带 你在第一次参加饥饿游戏时 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真的假的 我问 真的 而且 你冒着生命危险 去拿药 好救我的命 P的回问我 真的 我怂怂肩 当时 你是激励我活下去的理由 是吗 皮特 又困惑起来 一些闪光的记忆 肯定在攫取他的注意力 他身体的肌肉紧绷着 刚才 打了绷带的手腕 也很紧张 接着 他体内所有的能量 似乎都退去了 我太累了 凯特 睡吧 我对他说 他不肯睡 没办法 我只好把他 靠到了楼梯支架上 他躺在那 胳膊 举过头顶 肯定不舒服 但 没过几分钟 他就 憨然睡去了 克里西达 和波罗斯 已经给我 弄好了 睡觉的地方 弄好了吃的 收拾好了 急救包 接着问我 怎么警戒 我看了一下 四周的人 盖尔 脸色苍白 皮特 还戴着手铐 波罗斯 已经几天没睡了 而克里西达和我 只睡了几个小时 如果大批 凯特的治安警 真的赶到 我们也会像 笼中的兔子 一样被抓获 我们的生命 都交付到 那个过气的 虎女身上 我只能寄希望于 这一点 那就是 她 对于斯诺的 仇恨之火 仍在熊熊燃烧着 我觉得 没必要警戒了 咱们都睡会儿吧 我说完 他们木然地点点头 于是 我们都钻到了 皮草堆里 我内心的复仇之火 已变得温弱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我把自己 交给了柔软 而略带霉味的皮草 渐渐沉入梦乡 我睡觉时 梦 连着梦 我记得的 却只有一个 在梦中 我回到了十二区 那是多么令人疲惫 而漫长的旅程啊 我梦中的家 是完整的 人们 都还活着 艾菲特林奇 戴着亮粉色的假发 身着剪裁合体的套装 正陪着我旅行 我总想甩掉她的看管 可她不知怎的 总会出现在我眼前 她坚持说 作为我的陪护 她必须掌握好时间安排 但是 时间安排 总是在变化 不是因为 有一个地方没盖章 而出了问题 就是因为 艾菲的高跟鞋坏了 而被淹 我们在七区 一个灰兔兔的车站的长凳上 睡了好多天 等着一列 总也不来的火车 我醒来时 疲惫极了 比做了那些 充满刀光剑影的梦 还要累 几个人里 只有克里西达 醒了过来 他告诉我 现在 已经是傍晚了 我吃了一个 炖牛肉罐头 又灌了一通水 然后 才靠在地窖的墙壁上 回想着 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们前进过程中 伴着一个 又一个的死亡 我伸出手指 细数着 一 二 米奇尔和波格斯 死在大街上 三 麦撒拉 被宝德融化 四 五 李克一 和杰克逊 在绞肉基础牺牲 六 七 八 卡斯特 霍尔和波格斯 分 被散发出玫瑰气味的 蜥蜴变种人 扯掉了脑袋 在二十四小时里 死了八个人 我知道 这一切 都已然发生 但 似乎并不真实 卡斯特 肯定正在那堆皮草的 下面睡觉 分你可过不了几分钟 就会跑着 从梯子上下来 波格斯 会告诉我 逃脱追捕的计划 相信他们死了 也就等于 承认 我杀了他们 好吧 也许米奇尔和波格斯 不算在内 他们 是在执行 预定任务时死亡的 但 其他人 是在执行 我瞎编的任务时 为了保护我而死去的 我刺杀 Snow的计划 现在看来 是如此愚蠢 我一边 摸索着 从那女人那里 偷来的鞋上面的流速 一边 恰指细算 我们的死亡人数 我不禁 浑身发抖 对了 我忘了 我还杀了她 我说的可是一个 没有武装的平民 我觉得 到了 该跟大家 坦白的时候了 当大家终于都醒来时 我向大家承认 关于那项任务 我撒了谎 我为了复仇 把所有人都置于危险境地 我说完后 大家 久久地沉默 最后 盖尔说 凯特尼斯 当你说 柯恩 派你去刺杀Snow时 我们都知道 你在撒谎 也许你知道 可十三区的战士 他们不知道 你真的以为 杰克逊相信 你得到了柯恩的命令 克里斯答了 他当然不会相信 可 他信任波尔格斯 而波尔格斯很明确地希望 你这样做 我的计划 从来没对波尔格斯说过 可在指挥部 你告诉了所有的人 这是你成为 嘲笑鸟的条件之一 你说 我要亲手杀了Snow 与柯恩谈判 在战争胜利后 亲手杀死Snow 和执行进入 开辟的中心的任务 这似乎 是不相干的两件事 但 不是以这种方式去杀死的 这完全是一场灾难 我觉得 这项任务执行的相当成功 我们已经渗透到敌人的大本营 这表明 开皮特的防线 也并非老不可破 在开皮特电视上 也播放了关于我们的新闻 他们因为寻找我们 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状态 相信我 普鲁塔士 肯定也很兴奋 克里西达 加了一句 那是因为 普鲁塔士 并不在乎谁死了 只要他的游戏 能成功就行 接下来的时间 克里西达和盖尔 一直在反反复复地劝服我 他们说话时 波罗斯不住地点头 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 只有皮特 没有说话 你是怎么想的 皮特 我最后问他 我认为 你还是没弄明白 你所具有的影响力 他把手铐 往支架上面 推了推 好让自己坐起来 这些死去的人 没有一个是傻瓜 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之所以跟随着你 是因为 他们认为 你能傻子斯诺 我不知道为什么 皮特的话 我就能听进去 而别人的话 就不行 可他说的没错 我想是的 我欠别人的债 而这债 只有一个办法能还清 我把地图 从口袋里拿出来 铺在地板上 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现在在哪儿 克里西达 泰格里斯的商店 与城市原型广场 和斯诺的府邸 相聚五个街区 这一区域的宝德 出于安全的考虑 都已关闭 我们步行就可以走到 我们已经有了伪装 兴许 再加上泰格里斯的几件 毛皮衣服 我们可以安全到达那里 可 接下来呢 斯诺的府邸周围 肯定有重病把守 监视器 二十四小时开着 周围 部门保德 恐怕 连华语跟火柴 都可能处罚 我们需要 让他在公共场合露面 然后 我们中的一个 可以将他击毙 盖尔说 他最近 还会在公共场合露面吗 皮特问 我想不会 至少 在我看过的 最近几次演讲都没有 事实上 在反抗军到来之前 就没有过 我想 在芬妮克 披露了他的丑行之后 他变得更加警惕了 克里斯答说 没错 现在恨他的 已不仅是 Taglis 当人们知道了 他对他们的家人 和朋友的所作所为后 许多人都恨他 要诱使他出来 简直是奇迹 可也许 我敢说 为了我 他可以出来 如果我被抓住 他会希望 让尽可能多的公众知道 他会在他的府邸门前 把我处死 我略略顿了顿 让大家想想 之后 盖尔 可以混在观众里 把他击毙 不行 劈他 摇摇头 这么做 可能有多种结果 Snow 也许会留着你 然后 折磨你 从而得到有关情报 或者 在公众面前处死你 而他自己不露面 或者 在他的府邸 把你杀死 然后 在公众面前 展示你的尸体 盖尔 我问 这 好像是没办法的办法 先不要急于这么做 也许 等所有其他办法 都失败的时候再说 咱们再想想 盖尔达 接下来 是一片寂静 我们听到头顶上 泰格丽丝轻轻地 脚步声 现在 应该差不多 快关门了 也许 他正在锁门 关窗 几分钟后 梯子顶部的隔板 被拉开了 上来吧 他用低沉 沙哑的声音说 我给你们 准备了些吃的 这是自我们来了以后 第一次听他说话 它是自然的发声 还是经过多年的训练 才做到这一点 我不得而知 但 他说话时 有些猫科动物的 低沉的 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们上梯子时 克里斯一答物 以后 普洛塔是联系了吗 泰格丽丝 没法联系 泰格丽丝 耸耸肩 他会推断出 你们在安全的地方 不用担心 担心 听到这个消息 我马上感到宽心 这样 我就不会被接到 或者 即使接到 而不得不忽略 十三曲的指令 不用为前几天 我鲁莽地自作主张 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了 在商店的柜台上 对着一些陈面包 一脚翻眉的奶酪 还有半瓶芥 这让我意识到 这让我意识到 在这些日子里 并不是每一个 开比特人 都能填饱肚子 我觉得 有必要把自己 还存留这些食物的事情 告诉泰格丽丝 他手一挥 说 我几乎不吃什么 只吃些伤肉 这似乎 也太符合他的特点了 不过 我也没有多问 我把奶酪上 发霉的部分切掉 把面包 给大家分了分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电视上 开始播报 开辟的新闻 政府 已将存活下来的 反抗者人数 进一步确定为 我们有五个人 提供有关情报的人 可以得到大笔奖金 他们强调说 我们非常危险 画面上显示了 我们与治安警 交火的场面 但 变种动物撕扯人头的画面 却没有播放 他们对我射死的 那个女人致哀 画面上 那女人 仍躺在我射杀她的位置 剑 还插在胸膛里 为了拍摄的需要 还对她 做了一番化妆 词 让你再画一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